我们最后等一下半个小时要做DIY 今天有关的这个简易马达 简易马达 来大家 这个 这个你的这个财药包里面 来 你的财药包里面 有没有这个电池 有没有两根大的分针 有 对不对 好 还有刚刚 还有这一个 等一下我们会发下来 这个圆形的磁铁 每一个人有一钢 如果你看这边可以看得到的话 那当然你可以直接看 要不 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浇水罐 有一个浇水罐 对不对 好 然后 然后 七包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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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下一段 留下一段 好 然后 在这个 浇水罐上面 绕 五千 五千到六千 圆了哈 绕五千到六千 这一块 这一块留的留长一点 刚刚 你已经有刮掉的那一个七包线 刮掉那一部 你先把它剪掉 好 好 好 全好以后 把它拿下来 然后你把 把一块 把它揍起来 拿下来 捡起来 捡起来 绕两千 好 白色 白色的看得出 好 好 你把它绕起来 这样子绕起来 把它捡起来 把它捡起来就对了 好 另外一边 差不多是 对正的 接下来我们要把七刮掉 对 小心喔 对 我们把七包线 两 两边的七包线的七要刮掉 来 看这里 这一边 不是有两边吗 我们把一边 用 这一个 沙子 把它整个七都刮掉 用沙子把它磨掉 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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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沙子把它整个七都磨掉 一边喔 只有一边喔 不能两边喔 好 来 磨掉了 你有没有发现 靠近缺人那一端 那一端 你刚刚在磨的时候 哇 很接近 对不对 所以把那个 再 绕起先 把它照在里面 照掉 对不对 那外 涂出来 一定工夫 被刮掉 对不对 听懂这个意思吗 对 就要再把它 绕起先 好 然后下楼 如果 涂出来的这一部分 它的七都全部会被刮掉 好 这全部都被刮掉 很多 OK 这是一边 另外一边 另外一边 对不对 这一边 另外这一边 你把它 放在桌面上 把你这个 线线放在桌面上 然后用剪刀 刮掉一半 只刮一半 只刮一半 你刮在桌面上 没关系 平平的刮在桌面上 他用剪刀刮过去就好了 刮掉一半 你只要放着 然后顺着桌面 这样刮几下 就好了 一定是一半 它不会是 两边的 绝对是刮掉一半 好 好 线线的部分 已经做好了 先放在旁边 接下来我们看 电池的部分 这个 因为这个外面是基石壳 我怕 等一下你正物级 会 因为等一下我们在两边 要用活人纸嘛 就怕正物级会 连通 所以 你先用胶带 先转 先一段胶带 对不对 胶带怎么做 来看这里 一半哦 你不要把这个 挡掉了 就胶带 经过这个 户级的 正级的这一波 这样子 把这一边 这边 这边一上 就把这边包掉就对了 用胶带把它包起来 那这样的话 这边就决定了 你懂这意思吗 就胶带 这也是浴环啦 浴环 胶带你就 然后 推个正级 背沿 然后 推好后 拉过来 那这边也大概 是 像一半的地方 这样包过来 对不对 那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 你就 听懂 听懂这意思吗 这下有多人生 两只多人生 你就要把它拔开来 拔 把它弄开来 对不对 好 然后怎么办 来 把小的这边 小的这边 就这样子 这个就夹在正面 夹在正级 夹在正级这边 夹在正级这边 然后 另外 另外这边 夹复复 就夹复复 夹复复 夹复复 那 因为 它没办法夹复复 对不对 那你看好了以后 就用胶带 把它整个复复复复复 就像这样子 反正地下来就 变成这个样子 变成这个样子 对 都是小的 小的那种 大家注意到方向 不是往这个方向 这边 卡到这边才有接远 不是往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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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知道吗 好 那这个是交代的部分 所以它就结缘了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 也是一样这样的方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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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 你把 现金 就在 架在上面 对不对 那架在上面 你把 现金的这边 尽量移到另外一端 然后这边 剪掉一些 不要 不要那么长 好 剪掉 这样流到这边 剪掉一点 然后这边 过来 也剪掉一点 这样这个线 就不会那么长 对不对 好 那现在架在上面 这一个 磁铁 放在哪边 就放在 这一个 电磁的 前面这边 让你调整一个角度 你这样手 轻轻化的 因为它这个小 你拿着 然后你就转 转的 用你调角度 它 如果角度不错的话 它会自动一直就转起来 先开始要给它一个力 给它一个力 可以让它转一下 好的 这个磁铁不能跟鑫铁碰到 至于跟鑫铁碰到 它就不能转了 好 你看 它就一直转起来 这是马达的原理 如果你不能转的时候 你要检查两个地方 一个你的电池跟两边 或一边到底有没有接好 那个刮漆的部分 有没有刮好 大家一起来 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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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识了电跟池 那这个 有意义又有趣的 活动又有 想要可以带回家 我们要感谢我们 胡邱赵老师 真的很辛苦 所以小朋友大朋友 现在都借你的手给我 我们鼓掌一下 借你十秒钟就好了 我们谢谢一下 胡邱赵老师好不好 不谢不谢